发病率逐年升高,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是骨髓造血干细胞科隆性增值形成的恶性肿瘤,占成燃白血病的15%,其中为发病年龄为45到50岁。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,环境污染的加重,以及理事结构的调整,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发病也在逐年升高,已经逐渐成为严重威胁,不过人民身体健康的一类主要肿瘤,且发病率年轻化和城市化趋势日益加重。 多数发病很隐秘,到部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就诊许无明显症状,或仅有发力、低热、大汗等悲特异性的症状,因体检时发现白细胞升高或者皮脏增大而就诊。 典型的临床表现,骨髓穿磁染色体检查发现PH染色体和或检出BCOA绒和基因即可致症慢力,同时慢力不遗传,不传染。 定期检测很关键,病缓解了,能否停止用药? 目前,使用医马屁尼获得疾病缓解后,能否停药?医学界尚未定论。 所以,除非不得不停药,一般不推荐停药,也就是说可能需要终生服药,患了慢力,还能怀孕或者生育吗? 主编,杜哲,监制,张灵气江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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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